炖猪饺的时候,千万不要乱加食材 你只要多加这一步 炖出来的猪饺软烂入味,入口即化 汤汁和牛奶一样浓白 今天就把我在酒店工作了30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花15块买了两个猪蹄,把它剁成大块 我们这里浇出爪子,不知道你们那里叫什么 剁好的猪蹄给它先撒200粒盐 再加一大碗清水浸泡个10分钟 这一步不但能快速地泡出里面的血水 还能去除腥味,软化肉质 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好吃的美食做法 可以的话您就帮我点个小星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洗干净冷水下锅,加点高度白酒,煮出血沫 捞出来放入热水中,加点泡好的黄豆葱姜 汤鲜味美的关键就是放入一小袋这个大厨 用十几种香辛料搭配而成的炖肉香料包 天气冷了,不管是用它炖牛肉还是炖羊肉 味道都非常的好吃 而且价格还很划算 一袋子里面就有五包,一包就可以做一次